WOW OK 現在看起來是開始錄了啦 OK 現在 OK 所以現在我們用Zoom F3的聲音 OK 所以你現在聽到的就是Zoom F3 這個收音機目前錄到的聲音 那應該是聽起來差不多啦 現在目前這個就是Zoom F3 這個超級小 好 迷你的收音機 錄音機 OK 所以你現在目前聽到的聲音就是 錄到我們的Zoom F3 這個迷你的錄音機裡面 那應該是聽起來差不多 因為我沒有做任何 什麼浮誇的東西啊 什麼忽然大叫之類的 那我覺得這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它上面完全是沒有給你 任何game可以讓你調整 因為它是錄32位遠 32位遠就是你完全 動態範圍就是這麼寬 你完全不會peak 永遠不會peak 也不會太小聲 雜訊太多 如果你講話很小聲 很小聲 或是你需要發什麼很小聲 假設我現在沒有任何game可以調整 但是我忽然想要聽一下我電腦 風扇的聲音 我就可以把聲音直接拉起來 就可以直接聽到電腦的聲音 所以我就是不需要去調整那個game 不需要去調整 我需要去錄那個很小聲的聲音 我要把game拉起來 這個東西就完全成為歷史了 那 上面它只有兩個放大鏡 放大鏡就是 在32位遠這個框框裡面 那你如果聲音很小聲 通常就是那個波形很小嘛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放大鏡去把它放大放大 你就可以看到更多波形 我用這個螢幕來解決再看 那這上面完全也沒有讓 這完全沒有辦法讓 這完全 所以這上面這裡只有一個放大鏡 就是可以讓你看你的波形 讓你確定就是 參考一下你看看到你有沒有 可能麥克風沒接好啊 或是怎麼樣 有奇怪的波形 那不然這個就是 參考用的波形 因為你所有聲音都錄進去的 那這個波形就只能放大縮小 這也不會完全不會影響到你 到底錄進去什麼 因為它永遠都是錄32位元 它只有那個 取樣率可以改變 那位元率是完全一樣的 就是32位元 它沒有辦法錄24位元 這樣子 好蠻酷炫的 然後 所以我現在講話 可能講得比較小聲 那波形比較小 那你想要仔細看一下 我們波形就可以放大一點 我們的波形就變大一點 你可以仔細去觀察 那你如果 錄一個很小聲的 假設我現在要錄電腦神鈴的話 電腦風扇神鈴 我就可能完全不講話 這個波形就非常非常小 那如果我想要仔細去看這個波形的話 我可以放大放超級無敵大 1024倍 你看這個電腦波形就直接 炸開來 變得比較大 比較可以看到 我們的細節 就是你可以 用眼睛去參考這個 你錄到神鈴的 細節 就是你可以用視覺 然後跟聽覺 同時去派上用場 因為你如果 錄到一個聲音 可能就是 這裡忽然有一個波形 那你可能沒有聽到 但是那個波形 可能是一個很低音的 還是幹嘛的 之類的 你就可以用視覺的方式去 看到你的音訊 出了什麼問題 可能麥克風沒接好 還是怎樣的 那你也可以 同時用耳朵 就是兩個可以一起用 那你就只需要仔細去聽 到底想要錄到什麼 就是監聽啊 監聽耳機 聽你到底想要錄到什麼 你不想要錄到什麼 有沒有 不小心被錄進去 那你可以趕快去處理 而不用在那裡去調整 喔 GAME啊 我的GAME啊 要peak的 哇塞 太小聲 可能雜訊會很多 這種問題 成為歷史 這不是很容易 與你不想要錄到自己的 還是提到自己的 兩次 會 我們 請這個 刚刚设定里面有看到一些比较酷炫的东西 那像是你的Line Out 假设你要输出到另外一个装置 就是这里有一个Line Out Limiter 就是你因为这台录音机是录32位元 它永远不会peak 但是你输出的音讯 你的另外一个录音设备其实是会peak的 就是你需要注意你的音量 输出的音量 所以你这里有一个Line Out Limiter 你应该是还不错用啦 我不知道 因为我应该永远就是用这个30位元 但是你假设你想要输出到另外一个装置 有一个Limiter在这边 然后有这个USB Audio Interface 这个就是你可以当一个USB的录音界面 这样子可以输到电脑里面 所以你可能麦克风接着 那你可以直接USB-C接到电脑 你的电脑就可以把这个认定为它是一个麦克风 就是一个音讯装置啊 你可以直接在电脑的软体里面去处理这个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Audio Interface USB Audio Interface 就是你可以直接用这个USB Type-C接到电脑之后 你这个录音机就变成一个录音界面 你就可以直接用USB Type-C接到电脑 电脑你就可以用你的其他软体啊 可能是音乐软体 直接录音 就直接录到电脑里 不需要再 我这里录完 然后再存到电脑里 然后再去处理 你可以直接 电脑直接录音 就一个录音界面的概念啊 请请点赞 订阅 转发丢 感谢观看 目前我觉得比较麻烦 目前我已经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它的设计的 目前我已经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设计的部分 就是它的hold在这个record button 这一个滑杆上面 所以你可能hold 你想要解锁去调整 你想要放大这个波形的话 你这个hold往上波一点点 是解锁 但是你不小心就会波太用力 你就直接停止录音了 所以就有点搞笑 就变成你可能是想要解锁 不想用太大力 你那一段声音就直接看 直接没有开始 就直接停止录音了 目前我已经遇到一个神奇的小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hold跟record 这个滑杆是在同一个上面 所以你可能在hold上面这里hold 那你想要忽然解锁 看一下这个波形啊 想要放大之类的 你想要往上播一下 那这个滑杆非常非常的敏感嘛 就是不小心你就会不小心 就直接往上播 播到一个record了 所以就变成你可能 錄一錄 不小心hold你要解锁 就变成你停止录音 就直接卡掉了 超好笑 所以不知道小小的问题 那就是你使用就需要小心一点 或者是你就不要hold 就是小心 不要碰到这个东西 不然你就不小心停止录音 而且你还不知道 就这个红灯就熄掉了 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 那就差不多这样子 Zoom F3 那差不多这样子 那我就会便宜把这个神奇的TaxCam卖掉 因为应该还是可以用 只是我用不到 这样子 那这就是我们Zoom F3的开箱 跟分享影片 还有这个神奇的TaxCam卖 你就 我们再稍微玩一下这个32位元 我们再稍微玩一下这个32位元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把我们的麦克风忽然变得超近 变得这样子讲话 那我看看 那我们再稍微 那我们再稍微玩一下我们这个32位元 我们再稍微玩一下这个32位元 我们就刚刚的GAME 我们再稍微玩一下我们的32位元 我们刚刚就是超级 就是在画框外面嘛 我直接把麦克风放到我脸旁边 这样神灵 如果你在24位元的上面 你一定要去调整你的GAME 不然你直接会炸开来 我认为33位元